有请次长 请陈次长答寻 次长长 委员长 是我想今天早上 本席觉得很欣慰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报纸上有看到 我们有一个教育部的新闻 就是说我们要把学期增加第三学期 也就是数期 然后呢 研理那个学分制 然后让大学在两年 如果依照个人的学生 个人的生涯规划跟能力 可以提早毕业 做更有效的人生规划 我想这件事情 经过本席在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 多次的呼吁 我想教育部是的确有 针对这个议题做好好的研究 但是本席还要在 鼓励教育部 往那个学杂费 跟学分费的配套 努力突破 因为我还是必须要讲 我们每年都在面对 学杂费要不要调涨这个议题 这造成社会很多不安 那么每一年的新生 他在入学的时候 如果是能够按照 学分费的这个精算的话 那么他从入学到毕业 他就会收一样的一个费用 所以每一年只有新生 入学的时候 才会去反映他的精算 所以也就是你考上大学之后 你会用一个学分费的费用额度 你可以去预估你两年或四年 你就是用这个方式去缴费 这样的话 社会被波动的这个影响程度 就会下降 而且他比这个我们教育部 要研究的这个公式 会来得更能够 照顾到更多的人 我想教育部 针对本席的这个 咨询提议 有这个很认真的去研究 我想这是符合社会的期待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本席还要很关切的 就是偏向教育的问题 我们就针对 我们这次的英语 高中英语检定的成绩 来做一个检讨 那个次长 你看得到我们这边背后的图吗 可以 好 我们就看 103学年度 第一次高中英语听力测验 我们还是看到 城乡教育问题 偏向的这个英语能力 并没有大幅的提升 我们今年的第一次 好 总共 我们的平均值 你看全国的平均值 考A级 A级的意思就是 大部分都非常的流利 听都听得懂 对不对 有19.54 将近20百分比 那么B级有45.14 C呢 33点多 F就是完全都听不懂 有2点多 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我们再来看分配图 你看看我们的北区 今年啊 第一次 它A级就有将近 快要23百分比了 B级将近46 好 那么C级呢 将近30 我们来跟东区 还有礼岛来看 你看到这个数字了没有 有吗 这样看得到吗 可以 可以 您看到了什么 确实在整个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的部分 呃 城乡之间的差距 确实是蛮明显的 是 这个哈 你看到这个趋势 这个是 好 我们来看 这个是 左边这一块 这个直方图是200 102年的第一次 好 中间这是102年的第二次 这最右边是今年的第一次 好 好 我们看到这个蓝色 这是北部嘛 中部 南部 然后 绿色是南部 过来就东部 离岛 那其他 其他当然就身份不一样 大陆等等 或者乔生 我们所看到的 这是A级哦 A级相当程度 都是在北部地区 非常的高 他一直 不管是哪一年 哪一次 都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离岛 是一个 这个电蓝色 好 你看到呢 他甚至 A级 他比东部都还低 那第二次的考试的时候 那个东部跟离岛 那离岛反而提高一些了 那么这一次呢 103学年度的时候 你看这个考试 东部的成绩 在A级又有上升 这是一个数字 你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看下一张 这是B级 B级哦 基本上还是北部地区的学生 比较高 我们注意到一个离岛跟东部 这是B级 好 往下 我们看C级 这就是成相反的方向 结果到了C级 只有听懂一部分 可是你可以看到 越是东部 越是离岛的数字 反而高 那可见的这个东西 是有疑虑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F级哦 F级 这个紫色最长 这是东部 这是东部 而且一直都 东部是最高的 听不懂 好 那这个东西 显示啊 我们在去年 本席就有要求 我们要做一个普查 因为我们社经地位 这是一个既有的形式 没有错 可是呢 很多人反映说 我们的设备跟师资 有没有不足 所以教育部 有进行的普查了吗 设备的部分 是有做过普查了 师资的部分 我所了解是 并还没有做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普查 是 这个设备的普查 这里面 本席还有讲 必须在102学年度的 开学之前 这个设备 必备的标准设备 就要背齐 那请问背齐了没有 都不知道吗 对不对 次长 你不用问了 为什么 本席提出要求 102年 我去年的咨询 到现在都没有回报 而且我们先做普查 就是说 标准的配备 一个教室里面 要有多少的喇叭 要有什么样的播放带 做普查的结果 都没有回报 那么现在一年过后了 我们还是看到 这个城乡的差距 教育部怎么宣示 说都要改善 我都没有看到 这个努力的 努力的做法 如果他的设备 到现在还不足 那我们今年 有没有编列这个预算 有没有 这个预算 预算有没有编进去 有编列 那什么时候可以补齐呢 我想根据我们 整个完成普查的结果 我们会去把这些 好那普查结果到底出来了 没有 普查结果应该出来了 是 什么时候出来的 那个是不是 我想请国教署 这边再提供资料 给委员 好吧 是 这是本席相当的失望 那个时候的提议 就是希望在 102学年度 开学之前 就要完成 你现在已经 一个学期都已经到 年底了耶 如果你现在这个 连基本配备都不提供 你怎么去奢求这些孩子 能够在一个学习的 平权的概念下 能够得到机会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失之 不要当候鸟 失之 我觉得教育部还要去 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 我建议 本席建议 如果有意愿 想到偏向服务的老师 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 补给津贴 我觉得这是一个鼓励 而且我们不希望 所有的孩子 每一学期都在 适应新的老师 这个要根本解决 这不是只有 音听的问题而已 这个市长 您记下来可以吗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教法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我很忌讳老师在赶进度 这就好比一部车子 他需要先 以前的车子是需要先暖身嘛 现在是电脑化了 那个暖车这个程序 好像就不需要像之前了 我说跑得快 你说不要输在起跑点 这个观念不进来是对的 你跑得快 不代表你跑得远 跑得久 所以现在我们要改变 这个偏向的音语 听力能力的降低 这个问题呢 我们必须 因应学生的这个起始能力 如果他真的都没有听过英语 他也没有这个环境的时候 老师应该在前期 花更多的时间 让他们学会拼音 因为死背这个字 是没有用的 要花多一点时间 让他学会拼音 然后会拼音 以后会念就会拼 然后呢 多利用我们的海外青年 巡回的像史怀哲计划等等 就是优先到离岛 优先到偏向去 这是已经既有的计划 如果这个我们能够配置得当 其实我们是借力使力 那这一点呢 我觉得 这个还要再用心一点 次长 我今天所提的这个部分呢 我想要请您把它带回去 好 当然除了这件事情 一听以外 就是我要讲 明日学校这个计划 这是相当棒的计划 本席到那个中立的中平国小 看过这个孩子 明日阅读 明日数学 数位健康 这些平板电脑 跟着这个口语的表达 这个计划是相当的棒 那我们教育部 现在也有打算把这个扩大 在全国的偏乡地区 做一百个学校 对不对 是的嘛 那么这里我要提醒 这个计划这么好 可是我们的教育部的 这个补助计划 有落差 落在哪里呢 你看看这个经费 我们的经费 我们只补助网路设备 跟AP分享器 我们的补助 没有包含 他要购买行动载具 那么这些学校 既然是落实学校 他就是没有这个经费预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问他有AP分享器 有网路 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上次有提到 我上次有提到 还有两分钟 对不对 我不是十加二吗 还没有给我加二啊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啦 好 我是说 上次有提过 一定可以去跟企业募款 你看HTC 宏达电等等 都是这么热心的 在投资教育 企业的那个社会责任 可是我们的补助计划 你看看编的这个钱 有的分享器 没有平板载具 所以呢 教育部 所以我说次长 这一件事情 还务必要多花心思 好的政策 要能够帮助学校 而不是让学校产生困扰 因为各县市的教育局处 尤其这是偏乡啦 没有什么经费 如果他要去跟大企业募款 未必可以募到那个电脑 所以还是需要教育部 去协助他们 好 比如说 招那个 请这些企业里面 我们来调查一下 总共需要多少 然后有哪几家厂商 是可以提供的 然后把中平国小 这个的经验 把他这个典范 把他能够到这个偏乡 缩短时空限制 然后呢 所有的孩子 在获取这个资讯的时候 能够到位 好 另外一个 本席要再来 请次长带回去 好好研绎 我们12年国教 这个课纲 千万不要急 急就张 我觉得 课程发展指引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关键时间 我们的协作平台 我们的先行指导研究 必须要先 先针对我们现在的课程 纲要 做一个检讨之后 看有什么不足 我们才来把它修正 而不是因为有了12年国教 我们马上要把99课纲推翻 这个过程 有很多的专家 跟本席反映 因为我们各界的要求 说105年 必须把12年课纲到位 他们现在呢 要深入做研究的时候 时间完全的不足 所有的会议 都是在压缩之中 你想想看 一个这么急就张的课程 发映 如果出来的话 之后12年的所有的课纲 影响了学习内容 这个不是儿戏 我希望教育部站出来 跟社会大众说明白 我们9799课纲 才刚实行 要先检讨 尤其那个方法论上面的 先前的研究要 时间要充分 次长这件事情 很重要 可以吗 必要是跟社会大众说明一下 好 我想委员提供的意见 我们会带回去再做研究 谢谢